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進入高中數學學習新天地 我是建國高中曾正清老師 今天要上的課程是選修數學與統合語演習的單元內容 向量集合 我們都知道向量集合對於高中數學學習是蠻重要的一個單元 希望同學能夠掌握以下的練習 能夠加強對向量集合的掌握 對未來的學習考試都有幫助 接下來我們看以下的演練 我們要介紹三點貢獻的重要性質 假設ABP為三個貢獻的相異點 它有什麼性質呢? 其中AB向量會等於T倍的AB向量 這時候我們其實可以拖曳 那個P點如果跟B點重合 這個可以看出來 它就可以完全,它就是變1 那如果回到A點就是變0 變0 當然還可以變負的部分 負的部分 那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P點只要跟AB貢獻 它就永遠保持AP等於T倍的AB 這樣的一個線性關係 同樣 三點貢獻還有另外一個性質是 如果ABP為三個貢獻的相異點 對任一個點O OP向量可以表成S倍的OA加Y倍的OB 其中S加Y會等於1 好,我們可以看下面的例子 我們一樣 現在目前是S是0.52 Y是0.48 我們拖曳P 各位可以看出來 這時候呢 SY的數字不斷的變化 但它們永遠維持 比如說像這樣的 0.38是S 0.62是Y Y加起來是1 我們甚至可以拖曳到外側 好,各位看得出來沒有 如果P點是在B的 AB射線外面的那一側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S是-0.23 而Y是1.23 加起來仍然是1的 那拖曳到左邊 也就是BA的延伸線上 我們可以得到S是1.25正的 而Y是-0.25 那麼相加還是1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一個證明 好,如果ABV三連貢獻 我們已經知道AP等於T倍的AB 因此AP向量 就可以表成OP-OA 同理 因為TAV這個向量 可以表成T倍的OV-OA 那兩個等式的左邊 各位看出來 上面左邊是AP向量 右邊的等式左邊是TAV向量 那這兩個是相等的 因為三連貢獻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很重要性質 OP-OA 會得到T倍的OV-OA 就可以得到這個性質 那一繼續化檢下去 我們就可以得到 OP等於 括號的1-T倍的OA 加上T倍的OB 好,我們可以證明這個性質 會得到這個性質結果 那我想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如果大家都知道這個性質 我們經過化檢 當然也可以得到OP-OB等於T倍的括號OA-OB 最後化檢成BB等於T倍的BA 仍然符合三點貢獻的一個特性 希望大家能掌握這樣的學習策略 我們希望對各位直線的部分 跟向量的部分 能夠有所幫助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參數式跟一般式 我想在向量跟幾何其實應用很廣的就是 如何將L參數式直線的形狀表成一般式 也就是A加BY等於C 我們可以看出來 因為S等於-1加3T Y等於2-5T 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個點的位置 就是-1,2 因此在T等於0的情況就可以產生出來 那其實很簡單 如果T不是0 又是別的數 每給一個T 就在直線上會對應出一個SY坐標 那這個SY坐標的點 就是在這條直線L上面 好,那我們可以看出來 方法一是L通過點-1,2 那方向向量U 會是3-5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L的斜率就是-5 那透過點斜式 我們就可以得到 5A加3Y等於C 得到-1,2帶進去以後 可以得到C的值是1 那會得到5A加3Y等於1 當然還有第二種方法囉 我們另方法2就是 另X等於-1-3T Y等於2加5T 我們可以得到 將D4去乘以5加上D2是乘以3去 消去T 我們可以得到5A加3Y等於1 同樣可以得到直線的一般式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參數式求焦點 兩個直線都用參數式來表示 該組的求焦點呢? 我們來看一下 適合直線L1、A2的參數方程式 分別為L1是 S等於3加2T Y等於2-T T屬於R L2是S等於1加T Y等於3-T T屬於R 去求焦點 當然我們可以把兩個式都換成一般式 再用一般式去求焦點 這個方法呢 可能是一種 另外我們可以知道 因為所對應到的T可能不同 所以我們可以把L2 那個T的參數 改寫成S 那就變成1加S是S 坐標 那Y坐標是3-S 接下來我們可以令它們兩個相等 那我們知道這兩個方程式呢 只有兩個位置數 所以我可以解除T等於-1 A等於0 帶回去 我們就可以得到 原參數是S等於0 Y等於3 因此它們的焦點就是03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三角形面積公式的求法 我們知道求三角形面積是 高中數學學習裡面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來利用行列式去算 坐標平面上的三角形面積 那例如 我們可以看出來 設A向量是A1、A2 B向量是B1、B2 為坐標平面上的兩個向量 如圖所示 各位可以看出來 那我們要去求什麼呢? 由A跟B 所張開三角形面積 就可以用 A1、A2、B1、B2 這樣的行列式的絕對值 再乘1分之1來表示 我們來這裡證明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平行四邊形 就是少了1分之1 換句話說 剛剛我們求三角形OAB 跟平行四邊形OACB 這個面積 其實它們之間剛好相差是兩倍的 因為平行四邊形切割成一半 就會變成兩個三角形OAB 好 我們來開始利用我們高中所學到的相關性質來加以證明 首先我們可以知道 三角形OAB的面積可以表成 2分之1的OA 乘OB 乘上三角 BOA 然後我們套進去 式子裡面 因為OA 線段就等於A向量的長度 OB 線段就等於B向量的長度 乘上 三角BOA 就得到是根號的1-cos平方角BOA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A向量的長度 跟B向量的長度 乘進去根號裡面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性質 當然cos平方角BOA 可以用內積的性質加以化減成 A向量的長度 B向量的長度 分之A.B 那因為平方以後呢 我們乘進去以後 經過化減 可以得到1-2 根號A向量的長度平方 B向量的長度平方 減掉A.B的完全平方 好,接下來我們把A向量的長度 用A1平方加A2平方帶進去 B向量的長度 用B1平方加B2平方帶進去 那麼A.B呢 我們就可以用內積 也就是內積就是A向量A1A2 DOT B向量B1B2 那就得到A1B1加A2B2 好,整個平方化減展開以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 最後的結果就會變成是 1-2根號的A1平方乘上B2平方 加上A2平方乘上B1平方 減掉兩倍的A1B1A2B2 好,它可以整理成完全平方式 就得到1-2根號的A1B2 減掉A2B1的完全平方 因此平方開根號以後就變成絕對值 那會得到1-2的A1B2 減掉A2B1 再整理成 我們所謂的行列式 就會得到我們題目所要求的 會得到A1A2B1B2的行列式的絕對值 再去乘上1-2 同樣道理 平行四邊形OACB就等於兩倍的三角形OAB 就等到是行列式值A1A2B1B2的絕對值 我相信透過這樣的性質 各位可以掌握三角形 跟平行四邊形的面積的求法 好,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立體的演練 是A向量是3-2B向量是-1-3 是求A與B決定的平行四邊形面積 好,我們可以透過剛剛的方法 就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的平行四邊形面積 就等於兩個向量把它擺成行列式 然後再求它的值 的絕對值就可以產生 所以很快可以知道 3-2-1-3 我們透過行列式的運算 就可以知道是-9-2 最後得到-7的絕對值就等於7 是不是很容易呢? 好,那麼三角形面積怎麼求呢? 我們看這個立體 假設A是點是62 B是46 C-4-2 去求三角形ABC的面積 很快的我們可以掌握這樣的一個問題 先求出 好,兩個向量分別是CA跟CB 還記得嗎?怎麼去求向量? 也就是A點坐標去減C點坐標 這樣會得到6-4跟2-2 那麼CB向量怎麼求呢? 就是B點坐標去減掉C點坐標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CA向量是14 CB向量是88 那我們知道平行四邊形面積不用除以2 三角形面積要除以2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向量擺成行列式以後 再求它的絕對值在乘上2分之1 我們請看下面的說明 就是1488 經過運算以後 會得到是24 我相信大家就可以更清楚了解 最後一個立體我們要講的是非常有趣的 如果ABC三點 A是20 B是-24 C是6K 如果三角形ABC的面積是20 要去求K值 我們來看這個圖 我們來移動一下 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個移動以後 我們慢慢產生三角形 各位看一下 我們慢慢產生三角形 很接近 好,各位看一下20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出來 因為C點是在A等於6的直線上運動 因此這時候K就是6 各位記一下是6 另外我們往下移動 它有另外一個解答會出現在第四項線 好,那我們看一下第四項線 好,各位可以看出來 就是6-14這一點 所以因此K值就會出現兩點 因此透過這樣的運算 我們可以思維幫各位去解題 好,那我們可以看出來 那題目就會出現兩解嘛 那這三角形ABC的面積是ABAC 所張開的這樣的運算方式 該怎麼進行呢? 我們可以得到 好,AB跟AC這兩個向量 分別是-4-4跟4K 然後我們用三角形的面積性值 就是1 2分之1把它擺進去行列式 外面加絕對值 所以得到1 2分之1-4 4K 行列式的絕對值會等於20 好,解這個行列式 我們可以得到-4K-16等於40 這時候我們的K值 就可以得到是6或-14 是不是很容易呢? 相當具有挑戰性 也希望各位會喜歡我們今天的學習內容 我們今天課程到這邊 謝謝各位